2017年8月中旬,这里是洞朗最前线,和印军的对峙已持续整整40天。 苦寒的西南边境,气温已降到零下。 哀哀白雪下,战士们配发了最新的防弹衣,手中的步枪已经压满此弹。 他们每一分钟都要保持最高警惕,因为对面的印军随时可能会打过来。 此时,国内对印度开战的激烈言论已经铺天盖地。 这一天,排长把所有的战士紧急召集到战壕,看着身边这群最小年龄只有18岁的年轻战士。 排长从他们眼神中看到了一丝紧张。 今天,他们的任务是在边境升起一面国旗,宣誓股权。 凌冽寒风中,当国歌响起时,年轻战士脸上已经全无聚色。 如果此刻发生任何事,我敢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。 最终,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没有发生。 而你必须记住,就是这群最小年龄只有18岁的解放军战士,把战争挡在了国门之外。 关注我带你一起看军事。 快手,看见每一种生活。